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同的音乐可以表现不同的心境 表达不同的人生 在这一期节目里 让我们在音乐中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建国大业》是我人生创作经历中的一个特别难忘的一段经历 大家好 我是苏南 欢迎来到苏南听电影 苏南作曲家 第2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第14届中国电影华表奖 双料电影音乐奖获得者 代表作有《建国大业》 萧红 《让子弹飞》等近20部电影人生音乐 10多部电视剧音乐 那么对电影来说 音乐是什么呢 音乐说得高一点 是一个导演的最高的哲学思想 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够用文字 用语言来表述的 但是音乐可以展现 它可以告诉你人所未知的旅程 人所未知的青春往事 人所未知的一切的心理活动 这些都能用抽象的音乐来表现 还有 说得简单一点 音乐是一部电影的气质 就像一个人 他的衣着 他的长相是爹妈给的 但是他可以通过后天的修养 可以读书 可以看世界 可以通过衣着 可以通过装扮 来给人一个更清晰的 更文化的自己 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今天我们重点讲建国大业 这是我创作生涯中一部令我难忘的电影配乐 据统计 我国现在平均每天会有一部新片上映 一部电影要想取得好口碑 是一件特别难做到的事 在2009年 它被评为迄今为止 最好看的主旋律电影 它就是建国大业 这个片子它可能不是绝后的 但是至少是一个空前的 当时能够选到我做音乐 也是让我觉得没有想到的 我当时得经济奖的时候 是黄金英老师应该也是评委之一 但这个事情过去很久了 然后我有一次跟电影学院的侯克敏老师吃饭 然后就聊到这个大电影 因为我很期待 但是我没想到自己能够参与 后来黄金英老师就跟黄金英打了个电话 黄金英导演说 没事 你来吧 就这么一句话 我就去了 去了我才知道有这么大的一个阵仗 实际上应该是一个举国的一个大事情 所以我觉得能够放在我一个年轻的作曲手 因为当时真的是很年轻 当然是八年前 那么是一个七零后的作曲 来做这样一个 因为我们知道开国大典都是很著名的大作曲家在做 那么放在一个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作曲来做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压力 但是接着这活呢 就像所有的高山一样 一定要跨过去 我会用我全部的心血来投入到这个建国大业的创作中间 那么整个的建国大业创作了大概为期 大概有快一年的时间 我随剧组也走了很多地方 那么中间呢 黄敬英导演他跟我说 他说你放松了 只要你好好做 没有问题 然后我就开始创作 一边拍一边创作 已经到了快上映两个月前了 突然之间 这个有一天晚上在洗音场 在我们后期剪接室开会 然后导演也在 然后所有的主创都在 应该说那天晚上 从下午五点钟就开始批我 一直批到早晨五点钟 一个画面一个画面过 一个画面一个画面过 早晨五点我从三环 走在三环街上 我整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 都是懵的 都觉得突然之间就是 上次了所有对音乐的感觉和信心 就觉得这次完了 把这事情搞砸了 但是情绪非常的低落 后来呢 我听说黄敬英导演第二天回到剧组 就问苏南呢 苏南是不是跳楼了 然后电影很快就要上映了 这个非常的恐怖 一直我像所有的 这个我们的学生们一样 我觉得大家观众们都有这种心理 我原来的这个噩梦就是高考 就是每次到高考的时候 夜里睡觉的时候 一下惊喜就是 要高考这种感觉 但是我现在的噩梦呢 就是电影要开拍了 结果音乐还没写完 一个大街上街道上 北京这些推都啪啪响 然后电影院里电影开拍了 我的音乐没写完 突然之间就惊醒 就到了这种地步 落病根的这种地步 后来我想一咬牙 算了 这件事情既然到我这儿 再难也要上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再怎么样 电影总有上映的那一天 到它上映那一天开始 就没得说了 因为艺术是无止境的 追求也是无止境的 但是只要上映的时间定下来 所有的东西都有截止的一天 这是我心里给自己的一个想法 回去改 全部一条一条一条改 通过这个戏以后 也让我练就了一副 金刚不坏的音乐本领 就知道怎么去 在最困难的时候 把握最好的机遇 踏踏实实 把音乐做好 六部不同的电影 六个不一样的故事 六段不一样的生 让我们乘着音乐的翅膀 去寻找电影的灵魂 所有的光影 气准着就是人类的喜中哀乐 我的主题 我的动机过不掉的时候 我总是用药背那 它一上 保证过 酸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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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视频 文化公开课 书男带你听电影 特别节目 音乐的力量 敬请期待 如果用听音乐的方式 来看建国大业这部电影 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他们真的是喝醉了 演完这出戏 就被抬着走了 输男带你听电影 场景一 这个段落很有意思 因为在我们过去的影片里 很少有表现 就是毛主席 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任毕师 一起喝酒 欢庆 这个胜利的这样一个场面 他们真的是喝醉了 演完这出戏 就被抬着走了 那场戏 做音乐就非常难 因为按照灌场的做法 先是庆祝胜利 延安 纽阳哥 然后大家喝酒 总算胜利了 按传统的做法 去有宏大的交响乐 哇 就是一通宏大交响乐 来衬托这样一个 胜利的欢庆的场面 但是发现后来不妥 我曾经这样写过一版 被导演否定 我自己也觉得不对 太常规了 后来想想 有时候艺术还是要反着来 有一天我实在找不到感觉 我就拿了一把吉他 就在想 怎么让这个音乐 会更有特点 就这么简单 用一把琴 民谣风格的特点 走过去 结果放在画面里 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然后两个小女孩 从那个萌萌的那个镜子里 去看喝酒的场面 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过 大人喝酒喝醉的场面 画面静静的过来 然后居然是民谣风格的东西 缓缓的进来 所以后来很多人分析 包括音乐学员分析 建国大业的时候 就觉得这部戏 居然有囊括了 那么多门类的音乐 有交响乐 这最基础的 有管弦乐 然后有民谣 有各种门类的音乐 加在一起 所以他需要对 一个做电影音乐的人 需要对电影的 所有的门类的音乐 都非常了解才可以 这一段就特别巧劲 这一段也是我特别得意的 我找了我的朋友龙浩来演唱 他的声音非常低 有磁性 加在里边 突然让人觉得 特别的安静 特别的肃怒 虽然在战争胜利的时候 但是也给人感觉 那种大战之后的田径 和安详 在音乐中感悟美好 在音乐中找到希望 音乐是一部电影的气质 它可能不是绝后的 但是至少是一个空前的 文化试点 书男带你听电影 是什么力量 支撑它 几十年如一日 风雨无阻地 给慕名送信 文化试点 特别节目 音乐的力量 不同的音乐 可以表现不同的心境 表达不同的人生 在这一期节目里 让我们在音乐中 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 历史画卷 建国大业 是我人生创作经历中的 一个特别难忘的一段经历 书男 作曲家 第2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第14届中国电影华表奖 双料电影音乐奖获得者 代表作有 建国大业 萧红 让子弹飞 等近20部电影 人生音乐 十多部电视剧音乐 据统计 我国现在平均每天 会有一部新片上映 一部电影 要想取得好口碑 是一件特别难做到的事 在2009年 它被评委迄今为止 最好看的主旋律电影 它就是建国大业 书男带你听电影 场景二 我是红28团的老兵 今天带领塔山团 奉命赛家阅兵事 我代表 活着的 死人的 红军老战士 向盲委员 敬礼 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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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兵事是特别难的一段音乐 我们在南原机场 那段时间 三天拍阅兵事 很多的战士 然后很多的服装 道具 场面也非常宏大 找了很多旧式的战车 那么毛主席站在阅兵事上 然后那段呢 是陈凯歌导演的 那么我就到现场去 听他说 他需要什么样的音乐 凯歌导演告诉我 他说音乐 你要这段音乐 你要做的嗝一点 我是一个南方人 我听不懂他说的北方话 我就到处打听 我说什么叫嗝一点 这什么意思 不懂 陈凯歌的要求 书男能顺利的完成吗 所有路边 躺满了士兵 背来把枪 睡着了 宋童林 像一个母亲那样 站在两边 他的眼里 留下了这里 你可能没听过 你可能没听过他的名字 或是你肯定接触过他的作品 他就是金鸡华表双向音乐奖得主 书男弱 音乐讲故事 电影看人生 书男带你听电影 我是一个南方人 我听不懂他说的北方话 我就到处打听 我说什么叫嗝一点 这什么意思 不懂 然后后来我就明白 因为毛主席 他带领中国人民解放军 终于取得这样的胜利 他在阅兵的现场 他就想到很多很多 他过去的岁月 里边插的画面 还有延安时期 还有长征途中如此艰难的行进 风雪里行走的镜头全部有 就是我想毛泽东主席 他当他有一天 看着自己的百万凶兵 这样取得了胜利 他内心的感情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就无法用语言来表述 只能通过音乐 那么这个音乐就要做得 层层层层层履静 后来我找了很多的想法 去做这段音乐 咱咱咱咱进来 咱们噠层层层层属于宝 一点一点 那个曲室都是特别规整的 然后特别神圣 特别规整的仪式感 最后弦乐进来 弦乐进来以后 那个弦乐也是一步三折 一步三折 不要让它归制到最终的主和弦去 它要一点一点走 一点一点心寂 绝不要着急 一步三折 所以最后终于到阅宾那块 又转回来 回旋到这个毛主席 想到他这个长征的场面 音乐做的跌宕起伏 荡起回唱 我当时在就建国大一之前 我在澳门在做一个电影 是李先宽老师的叫星海 那么我在澳门就遇到了一个人 他告诉我解放上海的情景 他说那天他只有九岁 早晨起来特别安静 一点声音都没有 比往常的上海更要安静 他就起来 他妈妈带他一起起来 披上衣服 然后他赤着脚 在华山路的租界里住 从那个别墅里走出来 走到路边 发现所有路边 躺满了士兵 背来把枪睡着了 但是整个城市非常的安静 无比的安静 他妈妈就很感动 他妈妈说 这样的不扰民的人民解放军 怎么能不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这段画面黄敬英老师 也把它放在这个里边了 当时我们从北京 应该掉了五百条枪 然后放在那场场面里 放在那个场面里 当时这个宋秦玲是许秦演的 几乎画面的呈现是一致的 他披上一件单衣走出来 当时我记得我用了一个长笛 因为我觉得长笛在某种时刻 特别能够有潮湿的意味 也有往事的意味 放在那个年代的上海 有一种特别安静 特别往事的感觉 而且可以听到上海的电车路过 可以看到上海的街景 那些蒸汽从地下升腾的 这样一个潮湿的感觉 我用了一把长笛缓缓进入 然后跟着宋秦玲的眼神 慢慢地走出他的房间 来到那条路上 然后整个的镜头跟过去 看见所有的士兵都躺在地上 安静地熟睡 那么安详 然后宋秦玲像一个母亲那样 站在两边 她的眼里流向了热泪 这时候弦乐推起来 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动人的 领导人开会这段也特别有意思 当时想做一个喜剧效果 因为建国大业是一个证据 做得非常地庄严 一个数目 我们希望有一些小小的气氛出来 书男把开会的场景 电影的灵魂 所有的光影 所有的光影进入着这种人类的喜怒哀乐 我的主题 我的动机过不掉的时候 我总是用药笔呢 摊椅上 保存过 酸球 酸球 就酸球 酸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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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影金鸡奖 第十四届中国电影华表奖 双料电影音乐奖获得者 代表作有 建国大业 萧红 让子弹飞 等近二十部电影原声音乐 十多部电视剧音乐 书男带你听电影 场景四 走 快点快点 好了没有 有一台机器给领导人出来照相的 然后每个领导人 就是机器躲着领导人 领导人进来以后 看见机器 然后笑笑 拍拍手 然后就直接就去了会场 这样一个场景 这样一段要写的诙谐一点 当时那段呢 黄建行老师呢 就没有让我作曲 后来说 说让你赶紧创作 就那天是一个特别 大概只用了两个小时 就创作一个 反而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就是它是又诙谐 又有意思 其实我想到很多 就是早期的这个电影 比如说这个南斯拉夫的桥啊 那些我用了口哨 吹的口哨 然后呢 我还用了一些就是木管 木管的搭配和口哨 就显得又轻松又活泼 因为说实话 这个领导人的这个 灰鞋是不容易表现的 就是那个火候掌握的 要特别准确 稍有偏差 这样的庄严的片子 它会迫害它的气氛 所以那个效果 用的要非常非常自然 才可以 那么我用了一些气氛 非常好 就是用了木管的搭配 还有吉他 然后加上这个口哨声音 这样一来 使领导人那种鲜活的 生活化的 普通人的这种画面 完美地呈现出来 我觉得如果我写历史人物的话 我也把它作为一个 普通的人来写 这是我心里给自己的一个告诫 我的音乐里有很多的 关于普通人的情怀 我觉得这可能是建国大业的 这个音乐的一个创作的主旨 这样的 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 我觉得新中国 是一个令人无比期待 和向往的新世界 特别五十年代 我听我的爷爷说 真的是路不失忆 夜不避乎 所有的人都怀着一个 特别崇敬的心情 很多人从国外回来 很多人充满了力量 希望去建设一个新中国 这种感情 对国家的 对祖国的感情 我觉得要用一种非常透明 和沉澈的方法去表现 据统计 我国现在平均每天 会有一部新片上映 一部电影 要想取得好口碑 是一件特别难做到的事 在2009年 它被评委迄今为止 最好看的主旋律电影 它就是建国大业 当时我记得我们在南京音乐台拍这段画面 很多的记者在赶了鸽子 那个鸽子也特别强劲 也特别硬紧 每次一赶 就从张国立和陈宫的画面去展现 就长焦拍特别的漂亮 这段情景 这段音乐是很经典的 我后来看很多的电影的配乐 包括纪录片 都用我这段音乐去展现 那么它写的也非常的优美 拉到大概中段的时候 这段音乐上来 然后停停拉拉 停停拉拉 这样一个它有一个一步一探的这种感觉 你可能没听过它的名字 或是你肯定接触过它的作品 它就是金鸡华庙双向音乐奖得主 舒南 音乐奖故事 电影看人生 常开心的世界 记忆的扎门 舒南带你听电影 舒南带你听电影 场景五 这段画面是北京双全公拍的 这段的导演是冯小刚老师 陈凯哥要求他的音乐 嗝一点 冯小刚又会提出 哪些不一样的音乐要求呢 所有在场的都是一些 我当时很透明的影响 我希望你们能够给音乐 更多一些词 在音乐中感悟美好 在音乐中找到希望 音乐是一部电影的气质 它可能不是绝后的 但是至少是一个空前的 文化试点 舒南带你听电影 是什么力量 支撑他 几十年如一日 风雨无阻 给慕名送信 文化试点 特别节目 音乐的力量 舒南 作曲家 第2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第14届中国电影华表奖 双料电影音乐奖获得者 代表作有 建国大业 肖红 让子弹飞 等近20部电影 人生音乐 10多部电视剧音乐 这段画面是北京少年公拍的 这段的导演是冯晓冈老师 有张子怡 有苗普 所有在场的都是一些 当时很著名的影星 这段的音乐已经轻松了 因为新中国已经建立好了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他也就是愁愁满志 准备建设一个新中国 这个时候我就用了一个双提琴的写法 用了巴洛克时期的音乐 写得非常的优雅 非常的委婉 非常的有自豪感 大家可以听出来 就是可以看到所有的人 为新中国而自豪的心情 双提琴在互相的弥补 互相的游走 大家可以听到这段是很有意思的 不同的音乐可以表现不同的心境 表达不同的人生 在这一期节目里 让我们在音乐中 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建国大业是我人生创作经历中的 一个特别难忘的一段经历 后来呢 这个电影音乐得了中国电影华表奖 当时得奖的时候 我觉得我特别激动 因为我在得奖的现场 我也感谢了韩生平导演 黄金导演大胆的启用 我这样的一个新人 然后我还跟他们说 我说当时我记得 获奖现场周金问我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就说我希望 底下作者全是大导演 大制片人 我希望你们能够给音乐 更多一些钱 结果所有全场报效 你可能没听过他的名字 但是你肯定接触过他的作品 他就是金基华表双向音乐奖得主 舒南 音乐奖故事 电影看人生 尝开心的世界 记忆的扎门 这也是我生命的那份纯正 六部不同的电影 六个不一样的故事 六段不一样的音声 让我们乘着音乐的翅膀 去寻找电影的灵魂 所有的光影 寄入着这些人 人类的喜动哀乐 我的主题 我的动机 过不掉的时候 我总是用药笼 它一上 保存过 酸球 酸球 就酸 酸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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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试点 文化公开课 舒南带你听电影 特别节目 音乐的力量 敬请期待 在片场的时候 韩三平导演跟我讲 他说 你一定要写一首歌 主题歌 这首主题歌呢 他告诉我 所有的明星都要唱 包括成龙大哥呀 包括刘德华呀 他们都要唱 他说你要写好以后 我让最大的碗唱 因为这是作为一个 给国家的县里的影片 一定要一首 与众不同的主题歌 但是他说 有一个限制给你 这个歌里 一定要有一个 国际歌的旋律 这就把我难倒了 因为本来 这就是一个命题作文 这里边再有一个 国际歌的旋律 这该多么多么的难找 所以我每天为这是纠结 虽然说 我的整个的电影配乐 做完了 但是我的歌曲 我还没有着落 我每天每天为这是纠结 后来我记得 在电影上映前的那一个 年三十的晚上 我们全家在北京吃饭 吃饭的时候呢 我就 所有菜全部端上桌了 大家准备看春晚了 突然 我找到感觉了 我就说 别动 因为我们家的人都很熟悉我 我从小口创作 就知道这时候就不能打扰我 就不置身 我就一个人到里屋去了 一个人到里屋 我就在琴上坐下来 因为我突然有 有个强烈的感觉 大年三十 不好好吃饭的书男 究竟想到了什么创作灵感呢 主题歌的创作 还会遇到哪些困难呢 角落里 有一个女生说 我觉得这歌能活 我当时就找到救命到头 我一看啊 赵薇 他没有这声 他说我还有事情 我要走 我当时心里 瓦凉瓦凉瓦凉坏 但他肯定他不满意这个客户 书男作曲家 第2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第14届中国电影华表奖 双料电影音乐奖获得者 代表作有建国大业 萧红 让子弹飞 等近20部电影原声音乐 10多部电视剧音乐 我是摸那个琴 这个是国际歌 没错 我觉得应该上琴 不能下琴 因为下琴就变成 但是我要上琴 突然之间我有了这个 我当时那个兴奋 天哪 比过年还高兴 特别兴奋 我就是兴奋的无法形容 虽然我创作习惯是 我不会在未成形之前 给任何人听 包括我自己家里的人 如果谁要 咋把偷听了 我会特别的愤怒 我把桌子给揍了 我都揍点这个感觉 但是我自己心里 我是觉得特别美好 有时候这个东西 我想太好了 怎么找到这么一个东西 它可以把国际歌上行 然后把它发展到一个高潮 这种 我心里特别高兴 后来我就 把它小样给录出来 录出来以后呢 唱完了以后 我就带到片场去 那天片场啊 正好演这个 就是政协委员的一场戏 好多的明星都在 片场呢 我就给那个 我们的剧组人听 当时韩山兵导演在 黄金兵导演也在 给他们听 我放完以后 没有一个人说话 也没有一个人说好 鸦雀无声 当时难堪的不幸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这个搞创作的人啊 特别是我们写作的人 如果写出一段东西来 你不被大家认可 被大家否认 那种打击是巨大无比的 因为你投入了巨大的心力 就像十月怀台生的孩子一样 你会觉得崩溃了 当时我想坏了 这个要不被通过怎么办 因为我想的 这一歌如果出来 一定能哄 但是没有人支持你 后来角落里 有一个女生说 我觉得这歌能火 我当时就找到救命稻草 我一看啊 是赵薇 她说这歌能火 她一说 大家就释然 因为说实话 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没有人可以说 她是怎么样的 结果导演说 行 我们再听听 这我心里就有底了 但是呢 导演依然叫我说 你一定要立军令状 这歌一定要红 我说好吧 后来唱的时候 写完了 我跟两位导演说 我说没有人能唱 我这首歌看来 成龙流的话都不能唱 唯一能唱的只有一个 就是孙男 因为他太高了 有接近两个八度 现在卡罗克里有很多版本 很多人喝了酒去吼 也没办法吼那么高 拂去岁月厚厚的风尘 敞开新的世界 记忆的闸门 一幅幅一阵阵 不能忘却的花卷 特别感谢我的搭档 张和平老师 张和平老师是一个 非常有经验的一个制作家 他对于概念 对于名字的把握 都非常厉害 他写过不见不散 写过过把影 还写过糊涂的爱 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制作家 当时呢 他也非常忙 然后没有时间过来 我们就每天电话沟通 后来他告诉我 他说要我来一趟吧 那天我就记得 他形色冲冲来到我这儿 来了以后呢 他就听了我一遍旋律 他没有支撑 他说我还有事情 我要走 我当时心里 瓦凉瓦凉的 我要坏 我看肯定他不满意这个歌 过了两天以后 他传了一本歌词 追寻 就大家看到了 覆去岁月 厚厚的封城 敞开新的世界 记忆的闸门 一幅幅一阵阵 不能忘却的画面 引领着我默默的前行 哎呀 关键我看到这个名字 我就特别感动 我就心里就有感觉 我就顺着 把他的词放进去 就变成了这样一首歌 扶去岁月厚厚的封城 敞开新的世界 记忆的闸门 一幅幅一阵阵 不能忘却的花卷 引领着我默默的前行 追寻我生命的那份纯阵 心中抹不去的那一片云彩 追寻那永远属于我们 的那份无悔的忠诚 忠诚 出来以后我就觉得特别的合适 跟着画面也特别的贴合 后来我给两位导演建议 我说只有孙楠没唱这歌 我给孙楠打电话 孙楠也特别高兴 后来我记得当时是 在亚银村一个棚里边 我约他来 他演出非常忙 风尘仆仆的就来了 来了以后呢 我说我放给你听 他在那听 一直听 一直听 完了再放一遍 我说可以录了吗 一般来说孙楠很快的 一般从听歌到录完 就两小时 很快 那天他说 孙楠我不是来录音的 我是来听歌的 我就知道 孙楠把这事当真了 好 我说行 我们找个时间录 录音那天呢 很多的记者 媒体记者全部在 关于这些歌的宣传 全部在录 录完了以后 晚上我给孙楠打电话 我说你觉得你录得好吗 他说我正想给你打电话 他说我觉得录得不好 我说行吗 我让咱俩偷偷录一半 大家听到的这个版本 是我跟孙楠偷偷在 亚人村的一个录音碰录的 就是现在这个版本 但是录完以后呢 这个歌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曲作家呢 我觉得对歌手 要有充分的了解才可以 那么现在歌迷们 还要男男合作啊 就是说这个孙楠 舒楠的合作这个意思 是因为我对他的声音 足够了解 我知道孙楠在 他的降壁那个音色上 有一段特别金黄的声音 这段声音是 其他的歌手没有的 所以我就说 我说你别着急 我说我再给你加一段 编曲唱 大家听到有一段 那个桥段 就是转调之前 我给他延长了六拍 就让他声音尽情地展现 所以每次所有的人 听到这个时候 都会特别地激动 血脉喷张 关于追行 我觉得唱得最好的 就是一个是孙楠 一个是姚贝娜 姚贝娜是唱得最好的 她是用另外一种 Maria Cary那个感觉 去诠释的追行这首歌 唱得非常的洋气 年轻人都很喜欢 我也觉得一首歌呢 当他写完以后 他就自己长上翅膀 他已经飞得很远很远 现在他在世间流传 我也觉得 这是我的幸运 大家最终 其实可能没有注意到 追寻并没有放在电影里 虽然大家知道 这是见过大家的主题曲 但是并没有放在电影里 电影里 结尾是另外一首歌 是我写的另外一首歌 叫红 红色的红 这个词曲都是我写的 电影片尾的红 电视机前的您听说过吗 她呢 是用一个小女孩来演唱的 一个石家庄的 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的小女孩 在音乐中感悟美好 在音乐中找到希望 音乐是一部电影的气质 它可能不是绝后的 但是至少是一个空前的 文化试点 书男带你听电影 是什么力量支撑它 几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 给慕名送信 文化试点特别节目 音乐的力量 不同的音乐 可以表现不同的心境 表达不同的人生 在这一期节目里 让我们在音乐中 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 历史画卷 建国大业 是我人生创作经历中的一个 特别难忘的一段经历 书男作曲家 第2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第14届中国电影华表奖 双料电影音乐奖获得者 代表作有 建国大业 萧红 让子弹飞 等近20部电影原生音乐 10多部电视剧音乐 据统计 我国现在平均每天 会有一部新片上映 一部电影 要想取得好口碑 是一件特别难做到的事 在2009年 它被评为 迄今为止 最好看的主旋律电影 它就是 建国大业 你可能没听过它的名字 或是 你肯定接触过它的作品 它就是 金鸡华表双向音乐奖得主 书男 音乐奖故事 电影看人生 书男代语 听电影 六部不同的电影 六个不一样的故事 六段不一样的音声 让我们乘着音乐的翅膀 去寻找电影的灵魂 所有的光影 寄进我的就是 人类的喜怒哀乐 我的主题 我的动机 过不掉的时候 我总是用药杯呢 它一上 保证过 酸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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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酸球 酸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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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试点 文化公开课 书男带你听电影 特别节目 音乐的力量 敬请期待 电影片尾的红 电视机前的您 听说过吗 它呢 是用一个小女孩 来演唱的 一个石家庄的 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的 小女孩 这是在当时做配乐的时候 就已经写完了 写完了以后 我拿给黄建勤导演 他非常满意 他在片场就说 大家都听了 我要在片场放 叫录音放 这首歌 这首歌很有意思 它呢 是用一个小女孩 来演唱的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 女生 孩子 唱完一段以后 进钢琴 进完以后 进弦乐 然后整个大的 这个 电影音乐进来 放在片尾 出字幕那段 显得特别有诚意 特别 庄重 特别的 有仪式感 大家可以听到 这段音乐 词也很简单 一朵红的花 开放在心中 伸藏在心里 山河也飘香 妈妈告诉我 红在雪夜里流淌 无论在哪里 你我颜色都一样 很简单 这首歌曲 黄建勤导演 决定把它放在片尾 我们在手艺市场 也演唱了这首歌曲 后来我在 很多的合唱比赛里 也听到这首歌 当时我们为了选这个孩子 也找了很多 我选了很多合唱团的孩子 少年工的孩子 但是我选了很多的孩子 都是 一朵红的花 就是好的 认为唱的好的 到我这儿来了 云云争争得开放 后来我选了我的学生 一个石家庄的 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的小女孩 这女孩非常有天分 她几乎没有录过音 但也到棚里来 她的声音特别的松弛 自然 一点都不紧张 因为这歌 她的节奏很长 一朵红的花 时间是比较短的 短则几天 长则半个月 但是音乐是可以永远留存下来的 就是过未来多少年 可能很多人还会唱很多的歌曲 比如一条大河 波浪宽 朋友来了 又好久 也还会记得小花 还会记得追寻 但是大家可能要 至于这是哪首电影的主题歌 可能还要检索一下 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它可以有一个听觉保存 永远在人的记忆里 我也在畅想 我不知道未来 在我的未来 在十年以后 当建国七十周年 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我会是怎样的 那个时候的你会是怎样的 我们一起会怎样看待这个世界 你可能没听过他的名字 不行 你肯定接触过他的作品 他就是金鸡华鸟双向音乐奖得主 舒南 音乐奖故事 电影看人生 舒南代影 听电影 六部不同的电影 六个不一样的故事 六段不一样的音声 让我们乘着音乐的翅膀 去寻找电影的灵魂 所有的光影 进入的就是人类的喜多哀乐 我的主题 我的动机 过不掉的时候 我总是用药背纳 它一上 保存过 酸球酸球就酸球 酸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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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试点 文化公开课 舒南带你听电影 特别节目 音乐的力量 敬请期待 在音乐中 感悟美好 在音乐中 找到希望 音乐 是一部电影的气质 它可能不是绝后的 但是至少 是一个空前的 文化试点 舒南带你听电影 是什么力量 支撑它 几十年如一日 风雨无阻 给慕名送信 文化试点 特别节目 音乐的力量 舒南 作曲家 第2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第14届中国电影华表奖 双料电影音乐奖获得者 代表作有 建国大业 萧红 让子弹飞 等近20部电影 原声音乐 十多部电视剧音乐 在音乐中 感悟美好 在音乐中 找到希望 音乐 是一部电影的气质 它可能不是绝后的 但是至少 是一个空前的 文化试点 舒南带你听电影 是什么力量 支撑它 几十年如一日 风雨无阻 给慕名送信 文化试点 特别节目 音乐的力量 据统计 我国现在平均每天 会有一部新片上映 一部电影 要想取得好口碑 是一件特别难做到的事 在2009年 它被评为 迄今为止 最好看的 主旋律电影 它就是 建国大业 不同的音乐 可以表现不同的心境 表达不同的人生 在这一期节目里 让我们在音乐中 追忆那段 波澜壮阔的 历史画卷 书男作曲家 第2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第14届中国电影华表奖 双料电影音乐奖获得者 代表作有 建国大业 萧红 让子弹飞 等近20部电影 人生音乐 十多部电视剧音乐 六部不同的电影 六个不一样的故事 六段不一样的音声 让我们乘着音乐的翅膀 去寻找电影的灵魂 所有的光影 气氛就是人类的喜怒哀乐 我的主题 我的动机 过不掉的时候 我总是用药笔纳 它一上 保证过 酸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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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试点 文化公开课 书男带你听电影 特别节目 音乐的力量 敬请期待